你會發現合併過來之後呢 當然已經合併了啦 也沒有錯 而且程式其實也不多啦 頂多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這一行開始 OK 那慢慢可以再去修正 你可以不用想說 一下子要全部把程式寫出來 其實有時候程式 多半就是慢慢去思考 你可以慢慢推敲 先把主要的寫出來 然後在外面再包回圈 再慢慢去加上一些追蹤的部分 然後再把一些問題 慢慢改進修正 那最後的話 會是你最後要的程式 所以千萬注意 不要一下子就是 想要把所有東西包山包海 全部一下子寫出來 那這不太可能啦 而且有時候反而會容易出錯 所以呢 剛剛我們基本上是從這一行開始 然後外面再包回圈 然後再追蹤 OK 那只是說寫完之後 會有另外衍生問題 就是摳過來的東西 它的每一個日期 前面呢 都只有那個月份 有沒有這個 不是月份 它的那個日 哪一日而已 那問題來了 沒有辦法辨識啊 這個貼固啊 我怎麼知道這是一月還是二月還是三月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做個變更 最後得到的結果是 如果這是一月的話 可能就補一下 也許就是這樣 可能把這個改一下 這邊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 也許就什麼 一月 比如說 這個我們就用一月一號 一月一日 OK 當然呢 最好當然是可以 一個比較標準的日期 不然的話 像這個是文字這樣 要計算日期 就比較不OK 不過我們假設這是一個模擬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這邊喔 本來是一的話 幫我把它改成什麼 一月一日 OK 那二的話呢 就是一月二日 以此類推 那如果底下的這個地方 二月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二月 這邊的話呢 就是一 應該這上面一月 這個的話就是二月 就是二月一日 二月二日 以此類推 底下的話就是三月 三月一日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不是說叫你說 你這個地方就土法煉鋼 那不是OK 可是要怎麼改 首先的話你可以思考一下 那改的話 當然如果你沒有頭緒 沒有關係 你可以按一個8 你可以再去模擬一下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哪個地方是需要加程式的地方 程式應該加在哪裡 比較OK 那你會發現喔 然後 摳過來之後有沒有 他再來就是 再來就向下追蹤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摳過來之後 我就把它修正了 修正完之後再換二月 再去修正二月的 再去三月 再把三月修正 這樣相對會是比較OK的做法 只是說程式寫在哪裡 會比較OK 這可能要各位思考一下 那如果說 理論上應該是寫在 這個K的上面 這邊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寫 怎麼寫 會比較恰當一點點 那我應該怎麼完成比較簡單 當然你可以想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寫一個回圈 然後讓它怎麼樣 把這個回圈從頭到尾都跑完 跑從第二列開始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把這個1串在中間 然後前面加上 這個一月 理論上這個 這個I的話 它也是一 所以拿這個一 當成是 這個一月吧 要串一個月 然後再把這個原來的資料 串在中間 然後再end 日 就OK了 所以喔 寫的方法當然是這樣 我想到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寫個回圈 這回圈的話就不能用 不能用I的 所以我改一個 用J好了 4J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就是從這邊 向下追蹤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呢 我一樣拿這個來複製比較快 到Range A1好了 向下追蹤 然後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幫我 串接完之後再丟回去 串接完之後 丟到哪裡呢 丟到Sales 這個時候就不是I列 追列 A欄 等於什麼呢 就是要串的喔 串的話 我剛剛講 1月 1月的話 1來自於I 用I 所以 I and 月份 所以這邊的話 打一個月 1月 and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 就是把這個 1放在這裡 那這個裡面 其實 它就是這個東西啦 目前儲存歌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 把目前的儲存歌資料放這裡 然後後面加一個 and 換一個日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程式的撰寫了 然後我建議 你可以把程式 拉到這邊來一下 讓它跑跑看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喔 那這個寫法是說 把後面這個串完之後 丟回去 到這個儲存歌裡 串完丟到這個儲存歌裡 OK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串完 這一串喔 1月 有沒有 1日 順便教各位一個 除錯的方法 如果你串完之後 你可以優標選起來之後 然後呢 優標放在上面 它會出現最後得到的結果 1月1號 對沒錯 所以把這個串完的結果 丟到這個儲存歌裡面 就是這一個 按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1月1號 沒錯 換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1月2號 沒錯 依次類推 但問題來的 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呢 讓它全部跑完之後 我這邊設定這麼慢點好了 那 問題是現在 2月又摳過來了 那假如說呢 你從 2到最下面一列的話 那這個是問題來的喔 如果我現在執行這個的話 它會再怎麼樣 把這個 有沒有 把它串出來 看 就變什麼 變2月1月1日日 哇 那這樣就不OK了 所以喔 那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 不要去 變更原來變更過的 而 變更 下面應該變更的 欸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是一個判斷式 所以啦 假設你們將來 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想想看 其實當然沒有所謂的 一定是怎麼寫 但是我的 我想到的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那不然我們就是 在這邊設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比較兩個之間 有什麼差別 當這個 底下這個條件 就是 為錯的時候 才能夠去變更 不過看起來好像那個 字數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好像都是幾個字以上 1 2 3 4 這個應該是五個字了 有沒有 所以呢 它四個字五個字 那這個只有一個字兩個字 欸 所以我們可以 想到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如果要執行剛剛的串接 給它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如果 這個裡面的字數 這個就是這裡面的字數 如果說這個裡面的字數 那字數的話呢 其實就是用什麼 最簡單呢 用所謂的L1N 也就是前面加一個L1N L1N就算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呢 這裡面的字數 假如是 記得喔 一定要是小於三個字 小於三個字 只有可能一個字 或兩個字 的話 才去 then OK 做下面的事情 那一般習慣是 順便把那個 and if 打在下面 反正有if 那我的習慣就會打 and if 然後把它包在裡面 按一個tape鍵 好 這樣的話呢 再把這個箭頭 有沒有 向上拉一下 為什麼要向上拉 因為程式 這一行就不能跑了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跑下去就錯了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設了一個條件 有點像一個關卡 所以 算一下這裡面的字數 有沒有小於三個字啊 看起來一二三四 沒有 它沒有小於三 所以沒有小於三 所以沒有小於三的話 會怎麼樣 那就有點像一個閘門 那你就不能進去下面 你就跳過吧 所以呢 這個時候它就跳過 跳過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剛剛改過的資料 就不會被改了 OK 然後再跳過 這個也是跳過 所以 一直到什麼情況下 才不會跳過 這個J應該等於多少 J應該等於 J J等於32 看一下32 所以你可以看 32這裡 那就是呢 當它是32列的時候 那才會把2月 所以這個串完之後 得到什麼 2月1號 2月1號看一下 所以你把它丟進去 2月1號有了 2月2號 這個也2月都OK了 然後呢 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直接執行 好 那2月OK了 3月也OK了 這樣子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其實主要 是針對什麼呢 我再把那個重點 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沒有增加太多 其實就增加這個敘述 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們輸出是沒有1月1日 有沒有 所以我增加這個 它就可以 幫我把日期的部分 做一個 應該 這個再加上它的月份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好不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可以分解一下 好嗎 還有 好的 谢谢观看